好 花莲受风一触文弹果园最近就快要收成了 不过这发现有山猪出没 为了避免农作物损失 农民是委托猎人帮忙驱赶 猎人在夜间骑机车上山巡视 不料一头公猪是直接冲过来往机车猛力一撞 那么随后串入草丛消失无踪 还好没有直接撞上人 那么专家也提醒了骑士山上常见的野生动物 如果不要惊动他们通常是不会主动攻击人 游客见到他们尽量安安静静的离开 保障自身的安全 猎人骑机车上山巡视 发现山猪踪跡 拿着手电筒往草丛一照 一头山猪朝着猎人狂奔而来 猛烈的遗状随后钻进一旁的草丛 猪 山猪 啊 啊 啊 向导猎人指挥土狗追上去 不过山猪伸手矫健已经逃一无中 花莲县寿风箱这座文旦园 要赶在中秋节前收成 不过最近发现果园内出现捕树之客 农民担心农作物受损 委托猎人帮忙驱赶 地人也提醒游客遇到野生动物 应该要安静的离开 那山猪这部分有的人可能 对台湾的野生动物不是那么了解 山猪在清明节过后 就是他们会开始带小猪啊 带小猪其实都会有一个 他们会保护小猪 所以能看到小猪的时候 其实不要觉得 啊他很可爱想要去摸他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就是静静的离开就好了 你惊吓到他 母猪不是只有他妈妈会出来 他什么阿姨婶婶都会冲出来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 副处长也指出 有野生动物骚扰的时候 一般野生动物是可以去猎捕跟宰杀 保育类的动物除了紧急状况之外 还是必须要经过申请核准 像有问题人类的生命安全 或者是有其中作物 或者一些 有化妆学材的养殖品 这些当我被野生动物骚扰的时候 就是在一般的话 一般野生动物是可以去猎捕跟宰杀 但是在保育类的话 你除了那个紧急状况以外 还是要经过申请核准 农业处表示山猪不属于保育类动物 猎人的行为并不违法 不过也提醒民众上山 要多加留意别冒险 毕竟山猪摇的獠牙不长眼 记者林杰收工箱采访不到